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05年在英国结束我的小提琴的学习之后 我的Master Performance之后我就来到多伦多 然后一直致力于小提琴的演奏和教学 音乐教学现在呢也包括了钢琴啊 所以理论啊很多的项目在 所以我自己其实本身还是一个音乐人 而且致力于稍儿教育的这么一位音乐人 好的 谢谢珊珊很高兴 请在做客我们节目间 所以ShanShengShan做的 自信介绍 我认为永弗是一个批划招是一个批划的 而信任有一个批划的 所以可你也可以做你的 通知了 稍微的报告 所以我认为要批划向大部分 特别是在奉务的时间内 你要确定大家做的工作 在正常工作 所以不断争 所以我的工作是确定 就是确定大家的工作 都知道自己的工作 谢谢Eugen 很高兴得我们在节目中 谢谢 那珊珊我们刚刚有简单的了解一下两位的这个背景 那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十七届国际儿童艺术节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呢 第十七届了 所以呢其实走过了十七年 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周先生 其实我们跟周老师也是十几年的故交 我是真的看到周老师一路走来 非常兢兢业业吧 非常默默无闻的在始终非常执着的做这一个艺术节 做到今天 所以他的这个精神其实让我们大家 跟我们所有团结在他周围的团队 都是非常震撼和鼓舞的 所以大家都是爱这个平台 然后我们呢把它发扬到第十七届 这个十七届里面我们的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的绘画简单的音乐的项目 现在已经囊括到了应该有几十个项目吧 因为我负责的是音乐的这个part 音乐这个part呢我们契乐啊小提琴钢琴 今年加入的是管乐 我们有童馆和那个木管都进来 我们还有音乐剧的表演也加入了 然后呢声乐的表演 越来越全 越来越全 然后听说可能会有明月声乐 以待于京剧的加入 我们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 还有朋友在问可不可以加入明月的这个项目 我也在考虑这个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的项目会越来越多的吸引大家 过去的这十六年来 我们慢慢慢慢的就积累到今天 尤其在去年十六届的时候 我也是主要参与了音乐的负责 取得重大的成就 我觉得我们来自全世界 各个国家的非常有才华的 这些少儿十七岁以下的 我觉得非常震撼 他们真的很棒 水平都有的相当高 也是被我们选拔出来了 最后在舞台上展现 所以今年其实我们还是有更多的期望 能有更多更好 非常优秀 爱真的是爱音乐 爱艺术的孩子 再来参加我们这一届 一年做得比一年好 谢谢 希望是这样 希望这次艺术节能有巨大的成功 比上一节办得更好 谢谢 好 山山 just talked about the festival what's going to have in the festival I've also heard that you and 山山 is working on the festival theme song so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The theme song is to sensitize the children to be responsible for our future that means especially we're talk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and the birds, the trees and even the bees are disappearing from our environment and we are trying to stop that and by doing something a theme that is fun for children art, science and what not so we're trying to attract these people to be aware of that that's pretty good that's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need and what they want yes okay thank you Eugene 那其实呢我刚刚和雨晋讨论了一下 这次你们两个一起创作的 为这次音乐会创作的主题曲 那其实我想知道一下 这次主题曲 你们是怎么样去想的 怎么样去用了多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到了现在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啊 因为我们最初创作这个节歌的时候 去年呢 我自己呢 还是就是半创作了一首茉莉花 来来对去年的主题歌 来就是说扣住了去年的主题 但是呢 我们因为我们整个参与了这个过程很久了 我们觉得需要一个 真的一个历史 可以遗留下来的一个主题歌 这样为这个基金会而创作 所以我跟尤金先生我们就开始了 其实创作过程还是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享受 而且收获很多 因为我跟他多年 十多年的partner 音乐的伙伴 我们演奏 我们创作在一起 其实创作了很多作品和舞台上的作品 那么我们非常enjoy这种过程 我们两个合作再次创作 其实也是经历蛮多修改 因为不停地推翻 不停地改 创作的过程大概是这样 尤金先生是一位很奇才的音乐家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 他具有真的是长远没有的耳朵的灵电能力 然后他的配器特别丰富多彩 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么他在这个配器跟旋律的写作上 让我觉得非常 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创作的曲子的旋律 原旋律非常的洋气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我觉得综合我多年古典音乐的背景 我跟他就产生了好多的摩擦和磨合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基于一个很大的框架 因为我们还是爱地球爱自然 爱艺术爱所有的就是人文的东西 可能我们面对的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各个族裔和语种的孩子们或者是人们 不一定都是音乐家 也不一定全是讲英文的人 所以我提出我说 可不可以我们的主歌的部分改得稍微 就传唱度要高一点 辨识度高一点 然后这个歌词的发音再纯净啊 或者再容易 或者再对每个人来说都容易撼动 所以在歌词上我也要求他改 最后我们经过几次摩和现在小样创作出来了 那孩子的声部有天籁般的声音 这个我就保留 因为我非常喜欢他原始的创作 那么每次修改其实蛮麻烦 但是呢我们会不遗余力把这个作品 希望做到完美吧 因为我们也许还会继续改正 因为始终自己都没有觉得很好 很完美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有可能我们会想 为这个歌曲做一个MV制作 就是说旋律的铺垫加上孩子们的尽头 我们可能会包括进来 孩子们演奏音乐或者绘画 或者歌唱或者管乐的因素 希望给我们的基金会 留下一个很好的作品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的谢谢珊珊 Yu Jing 珊珊 Yu Jing 珊珊 was talking about how talented you are in creating that song and she really likes it and I know that she said you two are still working in this song so how long does it take more to finish this song what's missing right now is the live recording of children and solo instruments but the song has been done in about half an hour yeah half an hour yeah it took half an hour to have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the song and we've been working about changing a little bit of it and trying to make it perfect yes for over a month now yeah and how long do you think it's going to be the finalized as long as it takes yeah as long as it's you never know yeah so we keep that's us creating yes that's us creating that's very nice 好 那珊珊在节目的最后呢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对于这次音乐节十七届了 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或者说你觉得 你们这次的主题歌曲 你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我对我们创作的主题歌呢 一定是有非常多的期待 希望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呢 我们会可以更好的improve 我们将来还计划 会创作更多的作品 对于艺术节 说话本身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舞台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平台 让所有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爱音乐 爱艺术 爱大环境 爱地球的孩子们 所有的孩子们 十七岁以下的 您只要有任何艺术上的爱好 无论水平高低 我觉得那个不重要 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舞台 参与进来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 互相欣赏 互相认识 虽然是比赛 比赛朋友 对 这样一个平台 而且我们最后的颁奖典礼 也会 今年会非常盛大 更隆重 希望给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来展示他们自己 让他们满载而归嘛 然后这就是艺术节 想要把这个最终 其实是爱的这个主题 不管是艺术是环境 其实把它推向全世界 而且推向永远 我想这是一个 大家一起智力的一个目标 好的 谢谢珊珊 So thank you Eugene for sharing this festival with us and also the audience in front of TV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第二时间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